北京时间1月14日消息 CBA公司重磅罚单来了 针对1月13日晚间 辽宁南南对阵广东南南 韩德军与威姆斯冲突时间 CBA公司在1月14日中午开出了重磅罚单 那就是韩德军停赛7场 罚款20万元 威姆斯停赛5场 罚款14万元 两人掐架 被罚了34万元 这冲突成本可以说是真的太大了 尤其是对广东南南来说 本来就是单万元 韩德军与威姆斯的冲突 已经勿用重述 毕竟央视直播了这场比赛 球迷们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韩德军在被威姆斯击倒后 鼻子流血 情绪不稳定之后 起身偷袭威姆斯 从而引发冲突 导致比赛中断 尽管当时裁判就把两人驱逐出场了 可这样的行为 对CBA联赛的负面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就在1月14日中午 CBA公司果断出手 给两人出了一顿重罚 韩德军挥拳击打威姆斯 属于是端挑起者直接竞赛7场 罚款20万元 而威姆斯没忍住 进行了回击 造成冲突升级 竞赛5场 罚款14万元 显然 CBA公司对于这次韩德军与威姆斯的冲突时间 是不能容忍的 在事件发生不足24小时的时候 就给出了果断的处罚决定 把两人都直接给竞赛了 可以说 这样的重罚 可真是成本太大了 辽宁南南失去了韩德军 可能影响并不是很大 毕竟内线还有莫兰德 还有李小旭 富豪也能顶起来 再不计还有朱镕镇之称 即便没有韩德军 辽宁南南依旧可以组建强大的内线攻势 再看广东南南 可能就要惨了 威姆斯被竞赛5场 未免冠军接下来只能是全华班的队伍了 杜丰手中没有其他外援可用 本来这个赛季就够困难的 如此以来 真是雪上加霜 朱芳宇需要紧急出手 为广东南南侣寻找洋枪了 不然的话 全华班的队伍恐怕很难在后续的比赛中 友好的表现 当然 对于CBA来说 本该是一场经典的比赛 演变成了全武行 确实对联赛的美誉度损害太大 如此一场冲突 现在看来 真是三叔 广东叔 辽宁叔 CBA更叔 罚单已出 接受就好 对于每一位运动员来说 还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毕竟联赛不是一天两天 保持好的心态 才能让自己的情绪 不被热血上头所控制 分别